这是一部一两个少年之间的感情为主线的故事,故事的主人王阿米尔生于一个妇人社区中的一个富裕家庭,哈桑则是阿米尔的仆人。 两人一起长大,青铜手足,两人经常合作玩风筝的游戏,阿米尔是一个擅长风筝线割断别人的风筝线,哈桑则是一个出色的追风筝手,阿弗汉斯坦的传统是现对阶段而落下的风筝归根到他的人所有,但是阿米尔却很嫉妒哈桑,因为哈桑的勇敢父亲更偏爱哈桑,而且阿米尔的怯弱。 哈桑在阿米尔眼中就像别人家的孩子一样,一次次的对比,让阿米尔产生极强的嫉妒心,他用种种方式伤害哈桑,但是为你,千千万万遍哈桑选择隐忍和守护。 但其实,阿米尔多,希望哈桑能揍他一拳,把他的那极度的黑暗赶逃,但是哈桑没有,一次追风筝的比赛中。 哈桑在追风筝的归途中被埃塞夫截住,并强放了他,这一切都被阿米尔看在眼里,但是懦弱的阿米尔并没有出手去救他。 在那之后,阿米尔无法面对哈桑,去找父亲,希望父亲把哈桑解雇了,但被父亲拒绝了。 后来,阿米尔诬陷哈桑偷了自己的生日礼物。 哈桑知道这其中的缘由,承认了偷窃,并且不顾阿米尔父亲的反对。 搬出去了,为你,闲心万把变,这是哈桑对阿米尔的承诺,无论阿米尔怎样对他,无论阿米尔内心怎样的极度与黑暗。 哈桑没有任何怨言,因为孩子的,感情是最单纯的,孩子也是最不会掩藏内心的想法。 再后来,阿米尔与父亲移民去了美国,但是15年的时间并没有让阿米尔忘却哈桑。 相反,他困救了15年,在父亲的好朋友那里得知,哈桑原来是父亲的私生子之后,阿米尔回到阿富汗,去弥补亏救。 但是哈桑死了,留下的儿子索拉伯,被他一般当作性侵犯的玩物,阿米尔凭死救出了索拉伯,带回美国。 一次在放风筝的时候,阿米尔告诉索拉伯,你的父亲曾是最出色的追风争手。 从阿米尔的自我救手,拯救索拉伯上来讲,这是一个理智的故事,不认识到自己的罪恶,并去弥补,但是背景是残忍的。 两人之间,哈桑诠释了极致的善,阿米尔诠释了孩子最直接无掩饰的恶,为你。 千千万万遍就是哈桑对阿米尔最单纯真挚的承诺,我们希望有人像哈桑那样,即使在看透自己内心的黑暗,你就没有原言的爱着你。 但这是不公平的,迟早有一天会失去,如果某天遇到像哈桑这样的人,请珍惜,不要伤害, 我是小刺,一个爱思考,爱生活的女孩,喜欢就关注我吧。 没有维承过! 没有维承过! 没事!